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却以锒铛入狱 那么严老师 本次吴亦凡事件是不是也意味着 中国政府将要重新整顿娱乐圈以及背后的乱象呢 是的 小吴同学的纷纷扬扬的敬请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这个期间还有很多网络大V替他说情 替他洗地 我还看到了很多小粉丝在楼下为他举着牌子去声援他 并且唱这个歌 拉起手来唱这个歌 要来为吴亦凡来说情 也好 申诉也好 总而言之 最后水落石出 这个案子就是个刑事案件 那么大家也应该说是洗起碎了 不要再去给他说更多的有伪法律法规的事情 这些话也不应该再说了 所以很多人我看到也出来道歉 说了一些错误的话 这个事情其实平行而论应该是由来已久 打击饭圈文化我们叫 就是用追星文化称之为饭圈文化 打击饭圈文化应该说从今年的五月份就开始了 大家还记得五月份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倒奶事件 在这个视频里边很多小女孩把这个牛奶盖子打开 然后把牛奶倒到水沟里 然后把这个盖子翻过来 她就扫那个后边的二维码 扫一个二维码呢就是一票 她实际上是为这个某一党的选秀节目去这个投票的 后来这个视频一出来以后就激起了众怒 说现在很多人还吃不饱饭的 怎么会有这么浪费的行为 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很快就接着就是应该是六月份 就开始一系列的这个整治 包括这个节目组去这个停顿 去重新去整改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评选被叫停 以及各种各样的饭圈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群 各种各样的平台通通被关闭 我相信吴亦凡这个事件呢 是发生在这个 正好是发生在这个亲网行动的这个中间 小吴同学也真的是对这些政策一点都不了解 可以说他的政策 政策智商是零 然后他背后的这个资本操盘手 他们的智商也是零 他们为了赚钱真的是敢于去冒这个风险 顶峰作案 非常非常的值得反省和反思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应该明白 它不是一风吹 不是暂时的 而是一个长久之计 这背后的长久的这个解读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政策面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为了争夺我们的下一代 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 也就是这些小粉丝们 他们怎么样成长 他们去追求什么 他们是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 实际上是下部要去追求的 那么所有现在这些 所谓的这个饭圈的这种玩法 去追明星的这种方法 都是尤为这个管理层 他们要求年轻人能够健康成长 尤为这样的一个期盼吧 因为年轻人毕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你不应该去盲目的追星 生活还有很多内容 你可以去跟你自己的亲人 你的家人应该更加的亲 你还有更多的包括锻炼身体 包括你的学习 包括你未来要去考的事 这些实际上才是你真正关心的 如果你一风吹的都去追这个明星的话 恐怕这些事情都做不了 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狭窄 所以能够希望这批年轻人端正思想 能够跟随主流的价值观走 才是打击这些顶流明星的 背后的政策意图 主持人 严老师我想问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饭圈生态 才能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疯狂粉丝呢 这个事就得好好地分析分析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狂热的粉丝 即便是在他们的爱豆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甚至犯了法之后 还要去追捧呢 这里边就要说一说 咱们饭圈文化的这里边的生态了 在这个生态里边的最顶流的 也就是最顶端的 食物链最顶端的是那些资本操盘手 就是真正操作吴亦凡同学的 他的粉丝群 操作他的这一盘生意的 这背后的资本 他是希望通过资本运营 加上饭圈文化的打造来圈钱的 他每包括刚才说到的 把这个牛奶倒了 然后刷后边的这些二维码 这实际上都是被操纵的 这个背后实际上都是赚钱的行为 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品牌的代言 他们都是拿大头 像吴亦凡这样的顶流明星 他只是拿小头 所以他的最顶端是资本的操盘手 那其次就是这些黑公关 这些黑公关的联盟连番炒作 联手打造各种各样的热门的话题 包括把某些明星捧上天 然后给他各种这样的曝光的机会 实际上这都是这些公关公司 联手打造出来这么一个奇葩的现象 那接着就是坐在这个中心的 我们这个叫饭圈文化中心的大明星 我们叫顶流明星 顶流明星他就是接受各种各样的追捧 然后各种各样的追星 然后各种各样的曝光 各种各样的参加各种评比 包括各种各样的影视节目的出场 收这个天价的出场费 这些实际上都是背后的资本操盘手 和这个项目公司 还有公文公司在做 实际上位于这个饭圈文化核心 这个中心的明星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时候他的智商实际上像个中学生 他完完全全是被人家牵着 说你要做这个 包括面对记者要说什么话 可能都是事先你好的 所以就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一边是很多粉丝说 这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要去怎么样 要向他学习 要怎么样 另一方面实际上的偶像 他的智商也好 情商也好 极地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风光的一面 实际上都是被包装出来的 并不是他的真实的面目 所以这是这个 回忆中心的这个顶流明星 那这个下层呢 这个玩法的下层呢 就是我们广大的粉丝群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打赏的 扔花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叫养明星嘛 养成 养成明星要花各种各样的钱 就各种各样的这些小粉丝 他实际上就是这个食物链里的最底层 这个最底层呢 是出钱的 出眼泪的 出各种各样的 这个体力活都是他们干 包括这个到机场去迎来送往 当然可能 我想说的再刻薄一点 实际上最底层的还不是他们 其实最底层的是 我们那些心寒的家长的 养出这么一个孩子 你说这个好不容易养大了 结果呢 他去亲这些明星 不亲爹妈亲明星 然后这个有钱呢 这个自己不舍得花 然后给这些明星花 实际上也不是给明星花了 是给这个资本的大佬花 然后呢 对亲妈和亲爸呢 倒是挨搭不理 我听说很多这些小粉丝 为了不让他们的爸妈干涉 还把他爸妈的一个 这个拉黑掉 就是屏蔽掉 就是不让他们看自己追星的 各种各样的消息 朋友圈也不让看 实际上最心寒的是 是这些家长们 真的是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结果最后给人家明星培养了 你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寒心呢 主持人 那既然如您所说 国家的重锤即将落下 大量的顶流巨星接连翻车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偶像经济的末日已经到来了呢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人民需要娱乐 这是我的一个一直过一贯的坚持的立场 就是人们还是需要娱乐的 这当然娱乐不是过去的那种娱乐 那么吴亦凡事件也好 这次亲往行动也好 应该说是一个分水岭吧 也就是说过去的那种打造明星 然后打造饭圈文化 让粉丝去大把的扔钱 那种盲目的崇拜 追星这样的一种风气 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里边我想讲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以这个美国的 这个叫做这个美国秀 就选秀节目吧 同称这种模式 还有韩国的这种打造明星的产业链 这样的这种产业链方式 估计过去能够行得通的 现在都行不通了 你比如说这个大量的这种票选 去拉票的行为 过去行的 现在就不行了 还有包括这个明星的这种打造 特别像是 就资本打造这个明星啊 特别像是 到这个美国纳斯达克 去上市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无非就是包装一个项目 讲一个故事 然后上市圈钱 然后这个再杀手 用这个数据再来杀手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活动 去给大家洗脑 讲各种新的故事 然后又去圈钱 无非就这么个过程 就这样的一种明星打造的这种 叫做历练 那我相信以后 恐怕就不能再这么玩了 这是第一点给这个我们娱乐界的一个提醒 那第二个提醒呢 就是价值观要正 怎么说呢 就是那些负面的东西啊 包括负面的言语 包括负面的新闻 我觉得以后可能都是一条否决了 只要是出现这些负面的东西 无论是明星有多么的闪亮 最终可能都会被唾弃 所以这个价值观一定要正 这个明星的价值观一定要正 然后整个团队的价值观一定要正 那么应该是跟当前的这种正能量呢 应该至少是合拍的 而不应该是相左的 这是第二点提醒 第三点提醒呢 就是未来我们当然还是要有大量的娱乐节目 这个大量的娱乐节目 还是需要资本的参与 但是资本的参与恐怕就不是过去的那种方式 而是以更加的合法合规的方式 而不是以打擦边球的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同时也这个呼唤 我们在这个娱乐方面应该尽量或者尽快出台这种法律和法规 因为大家以后要娱乐 必须得有一定的规矩 这个规矩是什么呢 不能靠这个一风吹这样的这种 这个叫做轻网行动也好 或者是这个正能量也好 不能靠这个这种运动式的 而是要靠这个长治久安 要靠这个法治 要靠法规 让大家按照法规去娱乐 这样的话娱乐才能够有一个长度的发展 大家才能够开开心心 痛痛快快 同时又能够健康向上 主持人 好的感谢您今天对吴亦凡事件背后饭圈经济的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更多的想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